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器材 就是我們眼前這兩把 太模的魚Smart溫控壺 那這兩把壺呢 學長稱之為溫控壺裡面的CP值之王 主要原因除了它有個非常非常好的價錢之外 那它的專業度上面也讓學長非常的喜歡 以及它的使用體驗都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呢學長會根據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CP值之王的幾個單點 來為大家做介紹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了解一下說 這一次的魚呢它有分為六個規格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那差異在哪裡呢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的容量 右手邊這個是600mol 那左手邊這個是800mol 所以有一個小一點一個大一點點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它的壺嘴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是細口壺的系列 那這邊這個是賀嘴骨的系列 那這個也是學長非常喜歡的 好不容易有了第一版有賀嘴的溫控壺 那其實對於這種學長這種老手來說 我是非常非常的興奮的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它的顏色的部分 就是有分黑色跟白色 那這三個單點交叉組合就有六個規格 那我右手邊這一把呢就是最基本款的是 黑色的細口600mol 然後這個呢就是裡面最高階的款式 就是白色的800mol的賀嘴 那關於價錢的部分 我們可以簡單的跟大家講 這把CP值最高的600mol呢 其實它價錢就是2800mol左右 那這一把呢大概是3800mol 那六個規格就在2800mol到3800mol之間 所以呢它的價錢 確實已經打破了目前專業的 溫控手沖壺的最低門檻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過去比較大的品牌啊 比如說Fellow啊Barista 他們至少至少最基本款都要4000mol以上 4000mol到6000mol之間是比較多的 那這次泰摩的語音呢 從最低拉到2800mol 其實對於很多之前學習溫控壺 可能有點預算太高的消費者來說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福音啦 那價錢跟規格部分呢 我們都弄清楚了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於這次提供的水柱 或它的實用體驗上面呢 是否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 並且讓消費者覺得 使用起來非常過癮 這才叫做所謂的高CP嘛 首先呢我們要先了解它的溫控的部分 因為這是溫控最核心的部分 跟Fellow跟Barista呢都使用同一家公司 就是Strick這家公司的溫控系統 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樣規格啦 那在加熱功率上面呢 魚這次是用1000瓦的加熱器 然後呢Fellow呢是1200瓦 那Barista呢是900瓦 所以差不多齁 它的加熱速度呢會略為比Fellow慢一點點 那可能比Barista稍微快一點點 但是差不了多少 那基本上呢都是500cc左右的水呢 從室溫一直煮到90度左右呢 大概是3分鐘 是完全是可以符合 各位在沖煮上面的需求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倒是三加熱器差異不是非常的大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關於它的湖嘴 首先呢這一次魚呢 它其實出了兩個不同的湖嘴 一個是細口湖的湖嘴 一個是賀嘴的湖嘴 那這兩個湖嘴呢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呢 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分野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你是一個第一把的溫控湖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初學者的話呢 那我們需要追求更多的穩定度 然後我建議各位呢就可以買這種細口的齁 因為畢竟細口湖呢 它的給水的控水能力是比較簡單的齁 你可以很簡單的就做出好的水柱 那同時這一次 魚的湖嘴的設計上面我是蠻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湖嘴呢 如果我們一昧的追求 夾得很細很尖 或是湖管很小的話呢 你的給水變化性就會很差 你很容易沖一沖去就很密啦 沒有變化 但這次呢 這把入門的魚呢 它的湖嘴呢 是確實是稍微往下 但是呢又不會夾得太尖 同時呢它的嘴也不會太長 所以你在控水的時候呢 大多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簡單的維持一個好的垂直的水柱 無論是中水或小水都可以簡單的做到 但是當你需要做點變化的時候呢 它的湖嘴又不會太過於做得太特殊 讓你沒有辦法做變化 它還是可以做出不錯變化的 那它因為湖口呢 畢竟還是中偏細的水柱 所以在做大水柱的時候呢 你可能必須要請的角度要大一點點 這是必須要去克服的 其他部分呢 基本上我都覺得它的沖煮上面呢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都是非常良好很舒服的給水的體驗 那第二種型態呢 就是這個喝嘴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呢 對喝嘴比較沒概念的話呢 學長可以跟你講 其實喝嘴算是一種不好控制的湖 因為呢可以看到嘛 它的這入水的管道 跟出水的口的部分呢 這兩邊它的口徑大小是不一樣的 不像細口湖 它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水壓力是比較一致的 那用這種喝嘴湖的情況之下呢 你在運水的時候呢 常常會出現水可能忽大忽小的狀況 這就很麻煩 你必須要稍微練習一下 譬如說你的繞圈的速度啊 或是說你的控水的那個手腕的力道 要稍微練習以後呢 你才能夠把他繞圈圈的時候的給水大小 都控到很剛好 但是這麼麻煩的一件事情 它伴隨著它的獎力也很大 因為它的入水的口徑很寬 所以呢 它出來的水的柔軟度呢 是各種湖裡面的是最好的 所以非常容易就能做出很柔軟的給水 那柔軟的給水呢 投射在你的沖煮上面會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因為你的粉跟水的接觸時間呢 會變得比較長 因為你的水力比較柔軟 不會馬上就沖過去你的粉 所以你的一 你的萃取率呢會略為高一點 第二部分呢 你整體喝起來的精緻度啊 或是飽滿度呢 都會比較好一點點齁 所以呢 這把壺就是難練 但是它的回饋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學長就比較推薦這把壺呢 給可能你已經有一把細口的溫控壺 那你想買第二把溫控壺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這一把齁 它可以讓你的變化性變得比較多 或者是你願意多多練習 然後去追求更好的手沖風味的 玩家型的消費者呢 我很推薦你使用這一把壺齁 其中幾個細節再跟大家講一下齁 這兩把壺呢 它的壺口裡面呢 都有裝防爆水片齁 防爆水片其實就是在壺口部分呢 會有一個像是蓋子的部分齁 它會讓我的水呢 分批的流到我的管劑裡面齁 就等於說這兩把壺呢 都可以依它的給水柔軟度呢 都會比一般沒有防爆水片的壺呢 來的好一點點 會比較柔軟一點點 那第二部分是呢 這兩把壺都比較不會有爆水的現象齁 就不會突然水超級大齁 因為它有一個防爆水片的部分 那這一點其實跟Felo也是比較接近的齁 當然賀嘴的部分因為口徑的差異性啦 所以還是有比較大的差異 那另外一部分呢 也是一個消費者可以去參考部分齁 就是關於這把600跟800的重量的部分 因為600呢 是目前我用過的溫控壺裡面的空壺重 是最輕的齁 整整比Felo EKG600的重量呢 輕了200克左右 你在使用這把600的時候呢 你可以比較有更高的掌握度 而且你的手腕比較不會會痠痛齁 那當然800的重量呢 就跟Felo差不多 輕一點點而已齁 所以如果你是很care重量的人的話呢 蠻建議你就可以考慮600的細口壺齁 它的重量是目前我用過的溫控壺裡面是最輕的 講解完了它的壺嘴 它的碟嘴體驗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它的操控面板齁 因為面板的使用上面也是蠻重要的齁 我們可以看一下齁 原則上呢非常的簡單就是 分為兩個部分 這邊呢 左手邊的就是當潛壺裡面的溫度 右手邊的這個呢 就是我的目標溫度齁 那我要怎麼控制它的調整溫度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控溫條 看到嗎 這個凹凹的一條線 你只要左右移動 我的溫度就會開始控制了齁 你確定好你的目標溫度以後 按一下這個按鈕 按下去以後呢 它就處在一個恆溫的功能 什麼意思呢就是 如果我目前的水溫 離我的目標溫度有差距 就是還不到我的目標溫度 它就會持續加溫 那等到我的水溫到我的目標溫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控制 如果你的溫度又降了 它就會再幫你加溫到你要的溫度 所以這個就是跟一般溫控壺的概念是一樣的啦 就是多一個這個按鈕齁 如果你不要讓它自然的調溫的話 就把這個按鈕按掉就可以了 OK 就是這個功能 所以整體的使用上面的敏感度上面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這個面板呢跟那個黑鏡 我們常常用了很久的黑鏡呢 可以說感覺上面是非常斜近的 所以它敏感度非常的好 然後它的液晶的亮度呢也是蠻OK 無論是黑色或是白色都很清楚 所以呢這種材質呢 是比較不容易沾那個灰塵跟一些衛生紙屑屑的齁 或者說一些毛屑比較不容易沾上去 你在清潔的時候如果有水垢啊或什麼的話 只要用抹布擦一擦齁 它基本上就可以很乾淨 而且不太會流毛屑 這一點是我覺得非常非常喜歡的齁 好那最後呢需要再補充一些小小的單點 覺得真的是不錯的齁 那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的蓋子的部分 因為其實齁各家的蓋子呢 學長都不是非常喜歡 那這次的魚的蓋子我真的是蠻喜歡的齁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像這個600M的這個蓋子呢 它是兩層設計齁 所以呢它只要輕輕的放上去 它就會固定住了 但是很好拿 但是你在充足的過程之中它不太會掉 那同時呢 它不太會有金屬的摩擦聲 不會有那種咖哩咖哩啊 或是放進去又很難拔起來的問題齁 所以在這一點上呢我蠻喜歡的 而且它的蒸氣的排出齁齁 就是在這壺身上面有幾個孔洞 蒸氣會從這個地方排出 等於說呢我在拿這個蓋子的時候 蒸氣是不會噴到我的手的齁 那有時候有些溫控壺呢 它的你使用比較高的溫度 接近100度的時候呢 它的蒸氣自然往上噴的時候 常常容易燙上手 那這是魚的設計方面呢 我覺得600M的設計幾乎不會燙上手的問題 這個我其實蠻喜歡 覺得蠻人性化的 那800M的設計又跟600M不太一樣 它的這個孔洞呢排氣孔是在壺身上 所以呢它確實跟600M比較起來 800M呢是有一點點蒸氣噴到手的風險齁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在很邊邊的位置 OK齁 跟你磁蓋的位置呢 就是胡蓋在蒸中間嘛 是距離比較遙遠的齁 所以也比較不會有 胡蓋上面蒸氣燙到手的風險 降低了一些啦 相比較之下 600M幾乎是沒有的齁 那800M呢也降低了很多 確實還蠻人性化的 而且符合我的需求 以上呢就是 在規格上面 或是在它的 可以可顯可以看到的部分呢 我覺得 兩把魚確實在專業度上面啊 規格上面啊 都是很OK的齁 那搭配它這麼漂亮的價錢 所以需要稱它為CP之之王囉 接下來就進行沖煮 讓大家看一下呢 實際上的給水狀況 首先我們先來示範600M的細口齁 好 那我們待會呢會先悶蒸 然後小水中水大水 依序的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專心來看一下 它的給水的狀態齁 好 好我們先做悶蒸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50CC左右齁 因為我用25克的咖啡粉齁 所以我用50CC的水 我看運水的時候呢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齁 其實它在 無論是 定點或是運水的時候呢 它的水柱的穩定度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齁 然後呢也不太會因為你走水的關係呢 所以你的水會忽大忽小 那這一點對新手來說呢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浮音 OK 那接下來我們會從小水開始做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小水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 我們用小水做中心注水 好 可以看到小水 大概就是這個水量齁 可以很穩定的 很流暢的呢 給小水 然後呢 我的 湖嘴呢 可以跟我的濾杯 跟粉塵可以靠得非常非常的近齁 這一點呢 也可以增加你的柔軟度 然後OK 小水我們給100CC 非常的穩定 然後呢 我們開始給中水往外繞圈 可以看到齁 我維持中水往外繞圈的過程呢 我的中水的大小呢 基本上 非常的穩定 好 然後接下來最後一段呢 我們給兩次大水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極限值 那這把弧呢 因為它的口徑就是中偏小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大水的時候呢 我們的 弧的角度呢 就要給的比較 顯著一點 好 繞圈 好 大概是 這種感覺齁 所以你要給大水的話也是可以給 但是你就必須要 用力 勇敢的往下灌齁 好 給大水 用力的往下灌 好 繞圈 好 這個就是 這把魚呢 細口湖它的三種給水表現 齁 其實事實上來說 它的小水跟中水呢 都是非常非常優質的 大水呢 就要有一個勇氣 用力給它灌下去 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賀嘴壺的使用齁 好 那我們其他參數都一樣 90度 25克的粉 但是我們只有第一段的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改成點滴法齁 點滴50CC左右 跟它的悶蒸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學長使用過 唯一可以用來做點滴的溫控壺啦 因為一般的溫控壺呢 都不太適合做點滴 好 開始 可以看到齁 因為它是一個賀嘴的 的壺口 所以呢 它是 要再來做點滴狀呢 的注水呢 是很沒有問題的 那一般的細口湖呢 是沒辦法做到這個效果的 因為它都會乘速的 沒辦法做一滴一滴的效果 好 可以看到齁 我們目前的點滴的狀態 蠻正常的 好 我們跌50CC左右 好 水的顆粒呢 是比較大顆的 那學長也蠻喜歡這種大顆的顆粒啦 因為大顆的顆粒呢 它的頻率就不用那麼急 顆粒很小的時候呢 你的給水頻率就比較急一點 但是大顆的話呢 可以適度的斷水 所以這把壺的點滴我是非常的滿意的 好 大概50CC左右 好 接下來我們進小水柱 OK 50CC 接下來我們進小水柱 那看 這個賀嘴壺呢 定點的部分的難度呢 其實非常的低 你可以做出不錯的小水柱 好 它的柔軟性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粉塵的 完整性呢 就很漂亮 會比細口谷來的更完整一點 OK 小水柱不錯 但是 好 我們準備進中水了 中水推粉 OK 中水推粉 OK 好 可以看到 在推粉 在走水的過程之中呢 是需要有一點點經驗的 因為賀嘴壺的特色就是 難度會比較高 你要想辦法讓你走水的時候呢 水柱都一樣大 難度高一點 但是認真練也是沒問題 那第三段我們給大水 好 大水 老 非常的快 大水非常的好用 很快速呢 就會給出非常多的大水 好 第三段 大水 老 OK 這個就是賀嘴壺的個性啦 它就是中水跟大水呢 它都非常非常的擅長 小水當然也是沒問題 但是無論是 哪一種水呢 你在運水的時候呢 就需要多一點點的經驗 好 那如果你能夠把這個 運水練得好的話呢 這把幾乎可以說是一把 沒有死角全方位的壺 看完了兩個壺的示範的時候 我們可以明白了 兩把壺的個性是差蠻多的啦 那當然無論你選哪一把 它總而言之 它的CP值都是很高啦 因為價錢實在便宜 而且 無論在規格上面 或是在它的 使用體驗上面呢 都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 如果各位呢 是第一把壺 要買溫控壺的話呢 買魚是一個 進入門檻很低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關於 泰摩魚Smart溫控壺的開箱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呢 想要看一些更詳細的數據的話 可以看一下學長寫的開箱文 裡面有很多的數據 還有很多 照片上面的一些呈現 大家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囉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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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